久的時間可以說培養非常非常多的音樂學職在我們台南這個地方 徐老師他 我本來因為他有點年紀 我現在看起來很年輕 他的資歷額大 如果你去看他的資歷額其實是非常非常的豐富 他很年輕很小的時候就已經到英國跟法國去留學 深造 學習音樂 那聽說也在那邊認識了我們結緣 認識了我們親密愛的德鋼老師 那他們兩位後來又因為徐文龍先生的邀請 所以回到台南這個地方來 創立了親密管弦樂團 那他自己也還成立了這個玉山管弦樂團 我想可見這個英門好幾節 還有一位女兒嘛 對 所以全部都是音樂人 那我看他另外一半 先生日本那邊也都是音樂人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音樂家族 全都是音樂人 所以這也是我們台南的東西 我們非常高興有這麼優秀的這個職地 然後可以深造 然後回到台南這個地方來繼續為我們台南的音樂文化做貢獻 跟工作做付出 那這一次的這個音樂會 我覺得非常的高興 因為總共有三場 三場音樂會 我們在影響你的票房 三場音樂會 那台北一場 台南一場 高雄一場 那但是只有台南這一場是免費售票 這個大家是不是給他一個掌握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難得 也非常的高興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呼籲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跟我們喜愛音樂的朋友們 在中秋佳節數號的晚上 那大家 數號的下午 那大家就一定要撥空 來聆聽我們這一場非常難得的一場音樂會 那音樂會的曲目呢我也簡單看了一下發現 喔 還挺困難 挺深的啦 所有的大家喜愛的知名的這些樂曲 我想都有 那聽說德剛老師也有一個新的曲子 會在這個音樂會裡面做發表 所以這是一場非常高水準 那也非常優質的一場音樂會 那我們呼籲我們所有台南的好朋友們 鄉親朋友們 在中秋節 其實過了啦 中秋節的隔天嘛 這個 然後連續加熱的最後一天 連續加熱的最後一天 那所以大家放假 都帶在家裡吃柚子 這太飽了 我們就希望所有的好朋友 到我們台南文化中心來 然後來聆聽這一場非常優質精采的音樂會 所以鎖票請找 我看已經快要鎖完了 謝謝 謝謝各位 那也希望各位朋友們幫我們多多的宣告 讓大家更認識我們優秀的音樂家 那在這邊就祝演出圓滿成功 謝謝各位 謝謝 齊美基金會成立了齊美管弦樂團 那之後呢 我們因為郭台銘合併了齊美 所以我們的樂團就暫停消失 那我跟自己 我自己還是努力的往自己的音樂的路繼續邁進 所以我也栽培了出不少的很優秀的學生 其中有魏靖怡 她上次有角逐伊麗莎白國際大賽 她是我永福國小一路帶大的學生 之後她跑去Julliard留學 非常優秀 還有另外一位林敬翰 她也是兩年前贏了盧賓斯坦國際大賽 所以這兩個是我栽培出來的最優秀的學生群之二 那我自己也編測自己 不要說因為回到這個舒適圈 我就沒有努力的把我之前所學的繼續保持 所以我每天都有練習 然後每天我都練習到晚上十二點 因為我住在台南市有一個很優質的地方 我們住那個透天處 所以就不會吵到鄰居 所以我真的覺得台南市真的是非常好的地方 然後我每天練習 然後在教學 然後我在永福國小大成國中 我先生也在大成國中任教 他所帶領的樂團每年都全國第一名特幽 所以我真的覺得我們台南市文化局 可以提供我這麼好的場地 然後我們這個文化圈 我們台南市真的是一個濃郁的文化的城市 那我在這裡表演我當然是希望可以回饋 我們的台南市的鄉親 我高雄市的票已經賣完了 我在衛舞營表演 對 那我當然在台南我想要就是 讓大家免費鎖票 那免費鎖票並不代表說 我們的音樂的品質是比較差的 我在台南場還有另外一個驚喜 我將會為大家演奏我Youtube點播率 破十萬的曲子當Uncle曲 那希望大家台南的鄉親真的烤肉啊 吃柚子之餘呢 來文化中心 文化中心來欣賞我的獨奏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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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星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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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